与学 当然了 今天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杀戮事件 就是哈马斯的领袖 居然他跑到了伊朗 去庆贺这个伊朗总统的旧职 结果他就住在伊朗 他就住在德亥兰 然后住在德亥兰的时候 半夜被袭击 他居然被杀掉了 杀掉以后本来第一个传出来信息 是有人冲进去那个房子 将他给屠杀 没有 现在发现说 没有人闯进去 是一枚飞弹从空而至 然后呢 他就睡在里面 他就被打死了 巴勒哥我们讲血滴子出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以前呢在我们讲 击杀这种不怕怕恐怖分子 甚至美国的16世纪的时候 总是非常复杂 大家记得嘛 宾拉登那个时候 是不是还派整个特种部队 然后大家想进吧 就现在都不用了 科技已经征服一切 你知道为什么吗 直接从百里之外千里之外 我们用死神无人机 派出一个血滴子 这是死神无人机 对 MQ9 你知道这个多离奇吗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 这个哈尼亚 不知道阿伦在哪里 他在德黑兰里面 德黑兰里面 他这个老兵的老房子 他是坐在家里面 货从天上来 你知道离奇兰里吗 因为没有任何爆炸 没有任何烟消 然后莫名其妙 突然间他坐在家中 就天外飞来很过 然后就这么样 死掉了 就这里面 就直接被拒杀了 等一下 伊万刚刚讲到的 哈尼亚他其实平常 不是住在德黑兰 他是因为要庆祝 这个伊朗总统的就职 所以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他住在是一个退休老兵的家里 也没有人知道 他居然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没有任何消息 一枚飞弹进去 专排给绞杀 绞杀现在才出来资料说 他被忍者飞弹绞杀的 对那我请问一下 那这个东西哪里来的 他何来的 我们讲的 怎么知道说他住在哪里 对 因为这是临时的落脚树 而且他住在老兵家 代表说他已经很隐秘的 他又不是住在什么豪华大饭店 或者是什么我们讲的 非常富力堂皇地方 所以他有在隐蔽他的行踪了吗 还是被掌握了 去回溯当时的过程 那这个太可怕了 因为这个是在凌晨两点 非常合理的是 哈尼亚已经睡在他床上了 你睡在床上 我要知道 你睡在哪里 第一个 你住在哪里就已经很难了 你住在哪里以后 你还睡在哪里 睡在哪里以后 你旁边是哪个窗户 刚才讲的 这个忍者飞弹 如果你就撞到墙壁 你可能就撞 你可能会造成的偏移 你可能就不能发生了 那个所谓的绞杀功能 你最可理的方式是 你打破了这个窗户 你从窗户进去 代表说 哈尼亚住在哪里 你睡在哪个床部 床部旁边是哪个窗户 窗户里面 你还可以精准地 进到这个窗户 然后精准地打击到他 然后精准地绞杀 保健哥你知道 阿九杀这个飞料有多大吗 多大 就跟你一样大 他就这么小一个 那你想想看那个刀片 就是说他刚好 只能绞杀到一个人的范围 我只要稍微 我们讲差一点点 比如说我打到隔壁床 他只会干嘛 吓一大跳 之前伊朗的苏雷曼尼 就是被这个地狱火飞弹 夹着这个忍者飞弹给绞杀 绞杀那个时候多可怕 他坐在车子里面 司机没事 他的睡呼没事 但是苏雷曼尼被绞杀到 完全不能辨认 辨认肘子上的戒指 才确认是他 你就知道 他多么样的精准打击了 对 没有说 因为他们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吗 官方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只讲 空中投射物 但是又不是炸单 因为很安静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台车 有没有看到这台车 你不讲你还以为出车祸 不像被炸过 就是中间被切了一刀 他那个影片画面非常清楚 结果后来发现说什么 他是被我们讲连续三枚的R9X 还怕一枚打不死 怕啥枚 他在叙利亚我们讲的 亚伊德利普神这个地方呢 直接我们讲 遭到这个攻击 最后他们看到的那个车辆 就是有三道 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个是非常 像血滴一直在一直旋转 一道 两道 三道 就三道切口而已嘛 所以以前以色列曾经讲过 没有以色列部队到不了的地方 我现在相信了 对 而且没有以色列飞弹 到不了的地方 最后你看一下 我跟各位报告 刚刚的那个东西 是不想要伤其无辜 所以他才用死神 R9X飞弹 他如果想要伤其无辜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 黎巴嫩最近也是一样 真主党的我们讲的这种副领袖 遭到这种火线弹袭击 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炸得完全一塌糊涂 现场一片焦黑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 只有我要怎么杀你 我要你怎么人头落地 没有我找不到你的事情 现在这个世界刚刚讲的 非常不平静 有天灾也有人祸 现在本来以为说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 也就是跟巴勒斯坦的战争 是不是慢慢会停歇下来 没有 现在开始升温了 为什么 因为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 他本来把他跑到德黑来 他到了伊朗 去参加伊朗总统的救治典礼 结果他居然被拘杀 用的MQ-9 然后用这个所谓的忍者飞弹 将他在房间里面绞杀了 而且用的是美军 这十年来用的次数 不超过十次的 MQ-9死神无人机 所发射的R9-X 忍者飞弹 其实他是我们那个 AGN114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 阿巴基攻击直升机 像我们的这个 空队地狱火飞弹 地狱火飞弹 他是那种变种改良型的R9-X 他把那个弹头上面的 这个火药给卸下来 那上面装着那个六片 巨大长形的折叠式的钢刀 那当这个被弹射进去之后呢 他不会产生爆炸 但是他会像这个 我们看那个炸果汁 角肉机 角肉机跟果汁机 那六片钢刀就转转转转转转 锁定目标的时候 他会尽量不去伤到旁边的 无辜的 不是目标以外的人 比如说平民老百姓 他就去攻击那一个目标 所以你看到 当这个哈马斯的这个 他的首领啊 哈尼亚 他跑到伊朗去 其实以色列会对伊朗动手 大家也吓得一跳 你这等于是开了好几个战线 你在加萨走廊又一个战线 约旦河西岸又一个战线 格兰高地 你对叙利亚 对黎巴嫩 你又一个战线 那在对胡塞组织 燕门那边 你又一个战线 那现在伊拉克的武装民兵 你也一个战线 现在伊朗 你又再加开一个战线 等于七条战线了 那以色列也很赶 尤其是在伊朗的新任的总统 他的培泽斯基安的 这个旧职典礼完之后 当时哈尼亚 没有立刻离开伊朗 他平常都触摸在卡达 他在卡达的时候 以色列没有动他 很吊诡哦 那他跑到了这个伊朗 德黑兰之后呢 德黑兰照理说 他的这个武装的防护 是非常的严密 应该戒备更严严的哦 如果你要出动 像之前啊 以色列用一些摩萨德的 这个地面的人员 去做狙击 或是暗杀 很难 他戒备严严 没想到他竟然就用 美军的这个无人机他们联合特种 作战司令部的方式 他这一套也传授给了 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摩萨德 那就用这种方式去狙杀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之前 美军他在用这种MQ-9无人机 搭载着R9X的忍者飞弹 去攻击他们这个 盖达组织相关的这个领导人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看看他的车顶是不是开花 他旁边的这个玻璃 只有在副驾驶座那边破掉 还有前面的挡风玻璃破掉 他并没有说整辆车子爆炸起火燃烧 他就只杀他要狙击的目标 后座那个地方 只有在右后方那个人 他连那个司机 他的小命都可以留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忍者飞弹 他造成这个哈尼亚的 这个被狙击之后呢 当时他在这个德黑兰 你知道德黑兰 他这个里面 我刚刚说武装部队很多之外 他住的地方很隐秘 是一个给这个伊朗 他们退休了这个部队的 这个老兵或官兵 他们住了这个地方 可是没想到哈尼亚还是被找到了 那当然一定要说 美军跟这个以色列 他有这个情之 彼此的这个共享 所以你到了德黑兰 你在戒备身严的状况下 你住在一个退伍老兵的家里面 非常隐秘的状况下 我居然还把你拘杀 拘杀刚刚讲 我如果是炮弹 大规模的杀戮 你就算了 这个非常清楚 我知道你住在里面 我知道你住在起楼 我知道你在哪个窗户旁边 我的飞弹就从这个窗户的进去 窗户进去之后 精准拘杀 因为这一款的飞弹 它长就是跟一般人的身高一样 163公分 它的直径大概就是17.3公分 然后它可以把六变钢刀 装在这个前面 然后它再靠这个雷达的这个导引 尤其是都普勒雷达 它这样的一个这个 它坡素化的这个导引 让这个飞弹进去的时候呢 它除了从高 像刚刚大家看到是车子这个 被从那个天底开花 车底开花 它如果是在这个像 这次哈尼亚住的这个地方 建筑物二楼 两层楼的这个房子 窗户它锁定之后 发射的角度它可以精准的瞄准 瞄准了之后呢 它再直接从这个窗户射进去 然后开始去绞杀里面那个目标 它会尽量设定在 两三坪的攻击范围内 只在那个房间内 对 只在那个房间 房间如果十坪 它就在两坪三坪那范围内 它不波及三坪以外的 万一三坪以外有人怎么办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距离 它可能就在我们中间一条线 它就只会杀到我们这样 这个精准打击太可怕了吧 它才详终说 这在半夜凌晨两点钟 直到有一个空中飞行物进来 没有爆炸 然后哈尼亚就死了 而且这样子有一个优势就是 它不容易惊动距离有点远的 这个其他的防护的这个戒备人员 或者是随护或部队 就像我刚刚举例了 2017年这个飞弹 它曾经去击杀 宾拉登的女婿 这个哈马斯里 还有2020年跟2022年 都曾经在这个叙利亚 以及这个阿富汗 也都刺杀了这个盖达领导人的 数一数二的这个核心人物 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 它自己用了这十年来 不超过十次 那没想到就会让以色列 自己也出手一次 那当然这一次引起了 这个伊朗非常的愤怒 像是伊朗的这个 这个最高的政治跟宗教领导人 哈米尼他就扬言 我们请的客人 在我们家被暗杀 欺有此理 所以我相信伊朗会准备 它的一个这个报复行动 所以恐怕最近的这个巴黎奥运 要特别戒备 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一定会激怒伊朗 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个 伊斯兰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有些极端的这个分子 恐怕会挑这个时候 所以当然以色列 据说他们摩萨德 有些人已经都到了巴黎 去保护他们的这个选手 所以恐怕现在巴黎奥运 还没有结束 这是让美国 还有这个以色列 特别要特别小心防范的地方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大家都在问 这个世界的局势 会变得更紧张 更严重吗 之前我们讲 以色列透过F3数 已经把什么 把这个所谓的 夜门里面的这些 胡塞组织 你的港口把你给炸掉 这两天 我又跟珍珠港里面对干 珍珠港对干了以后 我现在无人机 又跑到了伊朗 跑到伊朗里面 又把哈马斯的 这个所谓的领导 给干掉 那不就是四面作战 那现在又传出说 现在在巴黎 巴黎的这场奥运里面 以色列的选手 要高度戒备 因为当年的慕尼黑产案 会再继续发生吗 那哈利亚来说 目前为止 当然哈马斯跟以色列 在交战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最近纳坦尼亚 他才去访问美国 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跟川普见面 然后他也跟贺锦丽见面 但是他们的立场 都是希望说 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以色列 也是希望说 能够尽快的 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把这个战争 有一个结束 算是最好 你要把战争结束 你把哈马斯的领导人 给杀了 当然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哈马斯 他们已经说 哈马斯是这一次 就挑动 他们跟以色列作战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巴勒斯坦 有分比较 温和派还有激进派 我把激进派这边 都杀完之后 温和派就崛起 温和派崛起来说 当然对以色列的威胁 就比较小 所以说对以色列来讲 我的和平 就是把我的敌人都杀光 现在如果我把哈尼亚 杀掉了 我就没有敌人了 我才有和平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是他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原本的这个哈马斯 或者是说 他们这些组织 后面的老大是谁 后面老大是伊朗 那伊朗的老大后面是谁 俄罗斯跟中国 问题是俄罗斯现在 他自己讨个谋来说 我们之前讲到 他在俄罗斯战场 在乌尔战场上面来说话 他被F-16跟F-35 两个已经弄了 这个头七分八数 也就是现在俄罗斯军队的 一举一动 全部都在眼皮底下 之前发动了一个 大规模的战争 他16辆的坦克 瞬间全部被击毁 所以在俄罗斯战场上面来说 俄罗斯被困在这边 他也没办法对这个 所谓小老弟说 我能够支援你怎样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目前为止的经济不好 他们三中全会开完之后 连什么经济都讲不出 什么话来 所以目前为止 中国也在观望 如果我在支持这些恐怖组织 万一这个 万一川普上台 还是说贺锦丽上台会怎么做 所以目前为止 刚好就是这个真空词的 时间点里面来说 对以色列来讲 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贺锦丽或是拜登 他们也不见得会说什么 那这个川普也不会说什么 可是他不怕被暴富吗 而且他才 以色列他才不怕 纳太亚胡他要的就是 他要当作战内阁 能够闹得越大越好 对他来讲他越好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 趁这个时间点 你看他这个哈马斯 他也要弄 对 新主党 这个叶门 这个呼善组织也要弄 然后这个新主党我要弄 然后现在哈尼亚 我也要去暗杀你 就表示什么 以色列他要的就是这样啊 在这个时间点来说 尽量能够杀的敌人 能够杀越多越好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明天到底美国怎么发展 或是国际局势怎么发展 搞不好 到那时候对我不利的时候 那我就没办法 尽可能的宰杀 我目前现阶段的敌人 你常常讲 F-35很厉害 F-35是隐形战机 他来我引去无中 我心里想要这么厉害 妈妈也能不能吹你哦 我现在看到一个故事 把我吓死了 怎么吓死了 现在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大杀四方 你现在跟我们讲 我跟北方的黎巴嫩 珍珠岛 我给你开干了 我对这个伊朗 我给你开干了 甚至什么 我对南方的这个 这个夜门组织 我也给你开干 现在恐怖是什么 他说 我跟你这个胡塞组织 我居然有12架的F-35 奔袭了1700公里 然后呢 胡塞组织 你所有的二次装备 完全都不知道 我完全来我引去 我直接到你胡塞组织的港口 我把你整个炸的稀巴烂 炸完以后我离开 胡塞组织居然 来了什么飞机 用了什么方式 他都不知道 宝兰哥这阵的时候 打完收工立刻高歌离席 结果呢 只留下原地的胡塞组织 还一脸梦想说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到底被什么炸了 你说这个炸完就走 然后我还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各位各位 你现在看到 就是这个河台打岗的地方 这是胡塞组织 在叶门的一个基地 结果没想到 因为以色列不堪其劳 他频频呢 对他们的北境进行攻击 结果他们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说好 那我们出动我们最精锐的F35 总共12台 而且飞越1800公里 我就来轟炸你 结果宝兰哥你知道 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甚至还配载了这种 KZ135 因为实在太远了 要有加油机 所以你看 海空中加油 就是我纯粑就是要拿F35自己弄 就是这样啦 踹门只要自己弄 而且这个就是F35的视角 我根本就把你刚刚讲的 你这个吊飞 你所有的器材 我全部把你炸炸掉 对你看 当他们这个湖塞族 整个基地放在那边的时候 夜黑风高 里面的人在睡得很安详 睡得很安稳的时候 根本说不知 已经有12架F35 早就已经扬长了 而且做什么 做轟炸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那个爆炸的画面 我一直想吓死人 为什么 那它是一点爆炸之后 它不断的投弹 不断的投弹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 风火连边 这边炸完之后 那边炸 那边炸完之后 这边炸 所以它整个是我们讲 整个黑烟 被这种轰炸到 完全已经弥漫到整个天空 因为各位这是晚上 你想想看 这个火光是热烈 而且你还看得到 整个黑烟直串云霄 等于是说 它们好不容易飞远1800公里 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之后 还中间加油 然后把你炸得稀巴烂 而且刚才讲的 这个河打岗 它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它是把整个河台打岗 全部炸毁掉 它把你河台打岗里面 所有的部件 所有的部署 包括等于是说 我在出发之前 我就已经清晨掌握到 因为各位 这是一个很大型的基地 等于说 胡塞族常常利用这个港 对这个我们讲 以色列进行骚扰 所以它把这个 所有的精准的目标 包括你可能 站立位置放在哪里 可能雷达在哪里 火都已经锁定好之后 飞过去 呜 炸完之后 然后马上 拜拜 Adios 然后呢 高歌离席 结果你是要到了什么程度吗 你看喔 从晚上炸到一路 已经天亮了 对 然后这个我们讲 胡塞族是 在那忙着灭火 然后还在说 到底谁炸火神的啊 而且我觉得以色列 你现在头见他 诶 这就是他们的F35 他说我不是去炸吗 我起飞 回来 我都拍给你看 可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第一个他们的武器 已经被炸关了 现在第二件事情喔 我们讲的F35 你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大秀 为什么 从出发 到空中轰炸的画面 甚至连加油的画面 就是说我们不惜 把射千里要炸你 然后最扯的是在这边 来 连回程的画面都拍给你看 来就各位 有没有炸完之后白天了 有没有慢慢的滑翔 然后呢落地 落地之后呢 甚至这个我们讲的 飞行人下来之后 以色列的国王 空军参谋长 还跑上去拍拍的时候 Good job Yo bro Good job 但一个都没损失 完全没损失 十二台去 十二台回来 没有 保雷哥 你这个问题就问错了 他们连什么炸 他们都不知道 哪来的损失 他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突然被炸 为什么爆炸 他搞不好 还说到底是飞弹 还是飞机 因为代表说隐形功能太厉害了 他真的奴入无人之境 当然嘛 因为F-30我们讲的 他那个涂料 你如果在雷达侦测上的话 他那个大概跟一粒方 各位就一个方堂大小 一个方堂大小 飞过你的天空 你怎么会知道 那有什么大不了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当F-35出动的时候 对于整个我们讲 胡塞组织 或者恐怖分子来讲 根本防不胜防 而且更可怕的是刚刚讲的 现在驻日美军 既然把他们现在 之前不是用F-16吗 全部改成F-35C了 当然为什么 各位你知道F-35C 我们先前有介绍过 F-35A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型号 而F-35B就是说 他透过可以上航空武线上 垂直起降 而F-35C你知道什么吗 弹射板 换之他的飞行速度 他的我们讲的起飞速度 来得更快 他可以当作舰载机 当然嘛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以前我们讲的 大部分都是什么 F-18E就是所谓的超级大航空 但是你要想想看 当配载这个F-35C之后 他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讲F-20而已 或F-18E 甚至F-15EL 他都是属于那种 典型的空中作战系统 但是F-35的系列 他的不同在于说 他是整个空中的指挥部 空中的司令部 换言之 他可以做 包括所谓的 横向零器的串联 甚至是雷达的侦测 以及他的光侦测的范围 跟目标 就高达500公里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是踹门者 这个叫做是攻击型 当我们讲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哦 世代战机 都没有办法获得F-35C 这个是智库 哈德逊研究员所讲的 因为他的功能跟作用 本来就不一样嘛 你不会期待说 一个空中的 我们讲 你如果有F-35C 他搭配F-11 甚至搭配F-12 就有如航空母舰一样 所以换言之 等于是说 他把这个F-35 部件在这边之后 整个包括南韩北韩 甚至我们讲的 中国大陆这个沿海 第一岛链 所有临近一带 包括航舰 包括舰艇 包括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边游的 统统都在他的雷达掌握中 好 天呐 今天在讲F-35 多厉害的事 我都没有感觉 可是我刚刚看到了 以色列那个 12架的F-35 在半夜离到了1800公里 中间还用这个R-135 在空中加油 然后我进到 胡赛组织的港口以后 我把港口全部 你的器械 你的吊背 你做东西 把你炸完 炸完以后 高歌里系回去了以后 胡赛组织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 对 他以前修理 黎巴嫩也是这样修理啊 现在修理 胡赛组织这样修理 可见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黎巴嫩也好 胡赛组织也好 他们的武器来源 都来自于俄罗斯跟伊朗 所以他们的伊朗 俄罗斯的相关的雷达设备 根本找不到F-35 根本也不知道 来无影去无踪 你一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来 你走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走了 所以这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胡赛组织今天崩了 你都到我的上空 你都已经丢炸袋了 我还拿你没办法 是啊 你知道 以色列就讲了 胡赛组织你太过分的话 你伤到那些船舶 或是骚扰外国的船舶的话 今天美国你不修理 没关系 以色列自己来修理 结果现在以色列真的 自己来修理 就把他这个港口全炸掉了 是啊 那你胡赛组织能怎么样 我们知道胡赛组织 背后的老大哥也是伊朗嘛 那伊朗来讲的话 提供给他相关的这些武器 结果F-35一过去 就把你的东西扫平了 你又有什么能力 可以再对付这些外国船舶 所以简单说 以色列其实不想打而已 如果要打的话 真的啊 如果美国给他开绿灯的话 胡赛组织大概就 会歇灭的差不多 然后呢 黎巴勒也是那闷了 其实这些国家来讲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 因为手上的武器 没有那个能量可以去 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F-35真的现在 二次的武器的防空设备 完全挡不了 那如果俄罗斯也挡不了 那中国也挡不了了 是 因为中国 他基本上 肩系列的肩-35 有人说什么 他们可以媲美F-35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Tony 就是以前曾经在AIT工作过的 这个军事方面的 他有讲过一件事情 因为他以前是飞官 他说F-35本身来讲的话 你如果坐上去的话 你看到前面 其实飞行员 完全不用动任何东西 全部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电脑萤幕都在你前面 然后呢 就像上帝的视野一样 上帝视野 对 上帝视野一样 他看着整个地球的这个湖面 而且弧度啦 来来讲的话 那旁边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过来 那个东西过来 远方有什么东西 然后在多少公里以外的东西 都不用在你用亲眼去看 电脑萤幕上面一清二楚 你只要配合大家下的命令 所以他什么意思 他会有一个联合作战 他跟其他的这个战地也都会串联 而且他不是只有F-35之间串联而已 他会跟其他的F-22 F-18 F-16等等之间做这样的串联 这显然他是一个联合作战的概念 他就是一个AI 跟一个电脑系统化的概念 这种东西只有美国办得到 其实其他国家办不到 所以他如果可以来以为以去 当然他的涂料 漆料 那也是非常特殊的 以前中国来讲的话 我跟我跟我讲一件事情 辽宁汉第一次出海 到了台湾东部海域的时候 刚好美国 不知道从哪里派过来的 一架隐形战机 就是可能就F-35 或者是这个F-22也不一定 过来之后 其实已经靠近了辽宁汉 辽宁汉雷达系统完全看不到 还不知道他过来了 这种来以去如中的概念 使得敌方会非常害怕的 以色列跟伊朗战争 大家想说那是其他国家 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错了 大错特作 跟我们太有关系了 原因是什么 不要忘了 中东是石油的产油国家 现在这边打来打去 空已经全部都封锁 为什么 满天的都是无人机 都炸弹 我快吓死了 海运也被封锁 完蛋了 接下来对我们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 更重要的事情是 全球能源月期又要再来了吗 没错 你要知道台湾的出口数据 基本上一年可能上干到 将近20兆新台币 我们整个GDP是23兆 那货轮要不要有 要嘛 天空飞的飞机 货机要不要有 要 那我们在生活中 所有的这些交通运输 需要有 要 百分之百 需要有的国家 所以中油就很紧张了 还有说这件事要值得观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子 只是夜门叛军 对于这个鸿海的货桂存 只是做了一些动作之后呢 你知道这一波 从它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 油价已经涨多少了 油价已经涨了19个百分点了 但是重点 鸿海的雅丁湾 其实跟我们现在讲的 赫末兹海岸是不一样的 这边主要是货轮 这边是邮轮 但是只是因为中东的危机 包括我们的以色列 这个战争 现在油价就涨19个百分点 所以光是一个货轮就加了19% 接下来我们要谈得到的是 波斯湾的赫末兹海峡 这才是真的邮轮走的地方 会有什么影响 没错 我们知道这一次 其实伊朗在做一个叫做挤牙膏的游戏 我先给你一个所谓无人机 接下来我可能给你的是飞弹 接下来我可能给你锦英素飞弹 他不断地对以色列来做施压动作 所以他先跟你讲一句话 说这个事我们先到此为止 但是之后如果你有反击 我力道会更强 那我们就很担心了 到底他力道是如何呢 我们现在谈了 所谓的这个赫姆兹海峡 这部分呢 其实它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关键的就是包括了沙利阿卜是产油 科威特是不是产油 伊拉克是不是产油 所有的油对不起都要经过 赫姆兹海峡来进行 所以他这次在攻击之前 他表脸的一招非常凶猛 他派他所谓的这个直升飞机 直接落在这个一艘货轮 叫做白羊座 直接落在人家甲板上 把这个白羊座的这个货轮呢 直接把它移到了伊朗的这个境内 所以你说伊朗 他在无人机清洗之前 他早就做了这个动作 他的秘密部队早就进来这个地方 进来这个地方之后 他扣了一个以色列的邮轮 而且他不是人员直接叫他过来 直升机直接登陆下去 没错这是我们说的两套击杀 第一套击杀是我直接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 告诉你我对你不客气了 另外击杀是要告诉全世界 你们敢跟以色列合手吗 你跟以色列合手 我告诉你和莫斯海峡 里面的邮轮就全部到伊朗了 而且不要忘记伊朗的飞弹是非常多的 好这是第一点 这是我关键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好奇 那这个状况到底有严重有多程度呢 我们在谈一件事情 还记得在之前 曾经发生过所谓赎岁日的战争 我们印象 这听起来真的是令人觉得头皮发毛 只光那七天的战争 油价涨了四倍 四倍 所以人家讲一句话说 那如果这个情况在重演 当然我必须先解释一下 因为有这个赎岁日之后 美国就做了两个对应的方式 第一个他把所有战备除油拉到了90年以上 那即便发生战争也可以供应紧急的需求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发展业岩油 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家 但是不论怎么样退一万步 一天两千万桶的石油 每天 每天 不能从这边出来 这恐怕是个灾难吧 全球的五分之一油量全部都封锁 这是不是灾难 这肯定是灾难 但是对于中国对于这些极权国家 还没有影响 因为伊朗毕竟是全世界前三大的一个石油供应国 它依旧可以供应 保证像中国这些国家 北韩他们有石油的供应 所以回头一个问题是 到底油价会怎么看 好我们知道我刚才讲 前面已经说了 只光一个这个我们说以色列战争 然后加上洪海亚迪湾的一个所谓的封锁 就营造成油价涨19个百分点 按照这计算 昨天就礼拜六晚上的时候 北海布伦特石油 就直接不用客气 突破90块美金一桶 甚至我非常担心 因为曾经北海布伦特石油 曾经涨到136块美金一桶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昨天 还有这礼拜五的时候 一个惊悚的数字出现 黄金在盘中飙到了2430块美金 大家都要去避险 天哪你知道前一波的价格也不过是2370元 一个晚上给你涨了将近60块美金一桶 好了你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在谈 因为现在你去银楼买黄金 但已经快到一万块 一万块这个我们台湾叫做一钱 现在已经涨到一万块 所以黄金价格飙升就代表市场的恐慌 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到底对于股票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大家最关心的 好那当然这个事情 因为它在发生之前 美国的这些我们说的资本市场 就已经嗅到了 那所以呢 这股票市场的时候 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急错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其实最近美国发生很多的事件 包括什么通膨 好像降不下来对不对 好像美国不会那么快降息 好那这个这些问题呢 其实美国股市的倒穷呢 其实很稳 我们已经很少很少 就是在最近这三个月时间 很少看到倒穷师直接暴跌475点 股市是最准的 他们知道风向 要打了要打了 所以我一定先跑为主 那这里有个恐怖的事件 包括了台积电ADR 我们知道在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股市稍微回涨的时候 对不起啊 ADR是跟这个 这个NVIDIA是独眼双秀 我沉在那边 我长在那边 我绝对不动如山 对不起 昨天台积电跌了3.18个百分点 所以暗示一件事情是 大家想说跟台股什么关系呢 我想礼拜一台股 一开盘的时候先小心点 我的脸会绿掉嘛 没错 你要知道 在所有的这些经营人里面 他们礼拜五上班的时候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下 他已经做停损端营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恐慌指数往上走高 所以我们在开盘的时候 可能要承受一件事 外资在开盘的时候 有可能非常庞大的一个卖压 好这个卖压下去的话 他一定卖什么呢 大力好奇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台湾50指数嘛 因为里面都是外资持有最多的股票 每一次下杀 一定针对就是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那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那外资持有比较高的 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这些股票 包括台积电在内 好 但是呢 对于军工啊 还有石化 还有一些我们台湾生活必须股票 可能往上走高 不过 先扛这一级啊 先看礼拜一的市场 那如果以色列没有反击 股票市场可能就会继续反弹 但如果以色列反击 我们所看到这些风险 可能就要继续存在 大家还是把神经绑紧一点 上礼拜全职业吓坏了 石油大涨 金价大涨 为什么人家中东出事了 伊朗 美国的情报单位非常明确表示 伊朗要对以色列发动总攻击 对 就是攻击哦 总动攻击 而且从本土发动攻击 就大家去看看 搞了半天 它现在变成全世界的烟火秀了 对 伊朗搞了半天 它是为了面子 可是用面子它又不敢打下去 所以它有下台阶 你什么时候攻击 你的攻击路线 早就告诉你的敌人了 而且上礼拜五的时候 美股跌了500多点 然后很多油价大涨 金价大涨 大家想完蛋了 完了 这个周末 当然世界末日就降临了 结果他们世界末日没有来 反而看到什么 一场烟火秀 而且看到一场什么 这刻意设计的 一场失败的这个秀 我怎么这样讲 有刻意的失败秀 而且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要奇迹以色列 照理说你怎样 不要跟他讲嘛 就是偷袭嘛 而且用这个周边 譬如说从叙利亚发射 或是从这个 这个所谓珍珠党这边发射过去 一下就打到你了 结果没有 这一次呢 这个所谓伊朗还刻意说什么 我们通知了周边的国家 通知 对 我们准备要发动这个攻击 所以说伊朗在发动攻击 发动无人机跟导弹攻击的时候 对 他已经公告中之 对 告诉说连美国都通知了 对 因为土耳其 他们希望说土耳其 你去跟美国讲说 我们要进行这个攻击了 好 不只要攻击 他们这次真的从伊朗本土发射 就发射什么 发射了300多的这个 包括说像无人机啦 还有这个飞弹 巡逸飞弹 还有单导飞弹 保洁你知道 他们前前后后 从他们一点到达要发射 发射出去之后你知道 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已经三点了 反正这么久的时间 以色列军方都想 你在哪里 我都可以瞄得非常准啊 所以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是无人机 全部在还没有到了 以色列全部都被击落了 那你怎么弹道飞弹 巡逸这个导弹飞弹 全部都被我们 我们拦截率99%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这样还造成了 你说伊朗这么大费周章 花了300多台的无人机 结果没有一台无人机 进到以色列的领土 对 没错 而且因为他们有些 这个所谓被击落的 这个空中的雾砸下来之后 才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被碎片击中 所以平民才损伤 就这样一个 然后对他们的激励 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小 所以为什么说是 一场精心设计的失败 因为外界看来是这样 但是呢 在这个伊朗里面 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之前 何梅里已经说 我们要对他进行报复嘛 所以你看他们就说 我们报复 可是报复完没多久 他们就说 德黑兰的复仇行动 已经算是落幕了 不是 打仗不是要 一波接着一波吗 对 那我这波打完以后 对不起 我已经打完了 对 那为什么 因为都达成目的了 你看伊朗第一个时间就说 你看我们第一波的导弹 已经射到所谓 被占领区的众生就以色列 所以他们伊朗国内是这样 那发射的同时 伊朗国内还在庆祝 他们晚上深夜时间 伊朗民众在那边 哇 欢天喜地啊 然后看到他们很多飞弹 这样往上射出去 对 伊朗人看到的是这个烟雾 看到的是从伊朗的本土 不断地发射 一个飞弹攻停了以色列 而且这个众生 已经打到了以色列的领土 你看到 整个伊朗全国欢欣鼓舞 对 可是没有一个飞弹 真正被打到 他们很开心啊 伊朗去举国欢腾 说你看我们要报复以色列 这一次破天方中 我们伊朗本土发射出去 哇 前所未先的攻击 好 那我就讲嘛 就是这样 这个现在外阶段分析嘛 你看从德黑兰 这个地方发射出去 这样这么久 这也要好几百公里啊 好几百公里 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以色列的巨方 就是这个 马上就说 一点 我们召开这个紧急记者会 然后就说 我们以色列已经侦测到 伊朗的无人机群 大量起飞 朝以色列方向 这个骑移过来 然后结果开始灌闭领空 然后到一点三十分左右的时候 才开始发出警报 问题是他们三点才到 所以都已经让以色列可以准备 然后美国也知道 美国现在美国派出那些飞机啊 派出他们的军舰啊 英国也是一样 大家都穿在那儿 等你嘛 而且这个东西有一点 话比就是以色列通常 受到攻击的时候 警报发生到你可以逃脱 躲起来 大概五到七分钟 其实我刚才讲的 一点发警报 那我都已经 豪生以下都躲在里面了 三点才看到了这个飞弹过来 以色列左翼报纸来这样讲 他说这是对手是伊朗 军事量体完全不同等级 但是呢 从警报开始到 真正飞弹袭来 中间像是慢动作的画面 一样拖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就这样 哦哦哦哦哦 一点已经开始了 就三点才来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哦太久了吧 那事实上他们就说 他们都有习惯 因为不论从这个 不论是从这个 真主党射过来 或是从哈马斯射 都是几分钟 他们听到警报 五六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飞弹就来了 就没有这一次 听了一个半小时 飞弹才来 而且你知道 这一次伊朗有特别设计 为什么 他们有非常多无人机 大家这一次挑的是 很慢很慢的无人机 抱歉 还故意挑很慢的 他们这个时速只有150公里左右 他慢慢飞 他从那边飞 飞到那个地方就飞很久 那为什么后来 因为你飞速度很慢啊 那我就可以完全把你打掉 所以跟你讲 这一次真的 伊朗也是刻意要演一出戏 然后反正大家都演一出戏 为什么 伊朗觉得我要报复 但是我接下来有选举 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怕拜登 因为其实呢 拜登对伊朗是比较好的 如果人家惹了太多的时候 油价大涨 石油大涨 黄金大涨的时候 到时候拜登选不上的时候 这个川普上来 川普是真的会对付我们的 所以他们都是演一出戏 所以你老天做这个动作 是对内宣传的 都是演一出戏嘛 所以你知道 他们外交部长就说嘛 空旗前72小时通知 土耳其 约旦等周边国家 还有美国啊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就是 已经通知 都通知完了嘛 所以我来跟你讲 这都完全都是一场戏的一个情形 好那完全都一场戏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次伊朗 人家就说 伊朗搞不好你损失的人 比以色列还要多啊 我怎么 因为伊朗发射飞弹的时候 有几颗飞弹呢 就故障 故障之后就坠落在 他们伊朗自己本身的这个家庭里面 煞到自己人 对有自己人 他们约莫斯十几个人 受伤了一个状况 那你看 这个很多都完全都被摧毁的一个情形 那我跟你讲嘛 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 空袭之后 你看他们早上的时候 耶路撒冷啊 照样在那边吃饭聊天 他们完全都不理你的一个情形啊 而且你这样 美国警告说 好啦那你就不要报复 这个以色列就不要报复伊朗 你已经宣布成功了 但是以色列马上就会炸什么 他去炸珍珠党 炸珍珠党 反正你不要 就炸黎巴嫩的珍珠党 反正我不要炸伊朗 我炸这个珍珠党 所以就告诉你们 这个整个 这个攻击之后 没有改变什么 没有改变什么 只有达成了伊朗 达成宣传的目的了 而且现在你看他的画面 就伊朗人很紧张 伊朗人现在他们的加油战 都大排长龙 准备加买油 可是以色列觉得 根本就是玩一场打假球 就以色列的人干嘛 以色列人在街边喝咖啡 聊天谈是非 就看到伊朗 伊朗吓死了 对 我就跟你讲 伊朗民众除了第一个时间 发射出去很开心之后 马上他们觉得 真的要世界大战 所以他们开始排队去加油 加买油 然后买了很多战略物资 但是没想到 现在他们已经宣布说 第一 这一波的攻击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个对伊朗人来说的话 难道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 提问 上个礼拜真的大家吓死了 是第一个油价大涨 金价大涨 然后刚刚讲的股票大跌 大家讲的有一场 中东大战来了 结果搞了半天 伊朗早就已经通知周边国家 连你的路线都通知 甚至刚刚讲的 我还怕出事情 还故意找一些 飞得比较慢的无人机 所以难怪西方媒体讲说 这是伊朗精心设计的一场 烟火秀准备失败用的 对 以色列也非常配合 以色列对外说 99%都拦截了 还剩下1%没拦截 但是做一个面子给伊朗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伊朗要丢这些飞弹 就是为了要报复 4月初的时候 以色列去派F-35 去打那一个 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对不对 所以他要做报复嘛 但是问题是什么 报复你应该是 4月初打了之后 结果你应该过两三天 就开始报复了 结果不是 是过两个礼拜 算到今天来讲 不是 你要报复你应该讲 你要什么攻击最有用 半夜偷袭 对 偷袭才有用 哪有说 敲罗打鼓公告周知的 是啊 所以这两个礼拜在干嘛 伊朗都在什么 在瞧啊 在瞧事情啊 所以你今天来讲的话 打了我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要么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伊朗 在那两个礼拜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先找联合国 联合国有没有办法 通过一个决议 谴责的以色列 结果后来都没有 这两个礼拜完全没有 再来一件事情 要么加煞走廊 你以色列要不要全部退出 结果呢 有啊 以色列说 好啦 我三个旅 我退出两个旅 我剩下一个旅在那里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情况之下 还没有下台阶 所以伊朗内部群情激愤啊 每个人在罢政府说 你在搞什么鬼啊 你不是要报复吗 结果报复到现在没有 政府就来决定说 好 我准备报复了 报复的时候大张旗鼓 第一个 先告诉土耳其说 你去跟拜登讲 然后呢 我要准备丢飞弹了 然后另外呢 五个小时之前 告诉以色列说 我要这个无人机要过去了 所以让以色列根本 全部都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没有那一个死亡你知道吗 只有12个人受伤 而且是掉下来的东西受伤 不是被飞丹炸到 也不是被无人机炸到的 是全部都没有人死亡 那哪有这种报复法的 而且丢了两三百颗飞弹 包含无人机还有架飞弹 总共两三百多个 所以等于是个烟花秀嘛 伊朗它不敢动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它国力不强 是因为还有一个比它更强的 以色列有这么可怕 以色列真是很可怕 所以现在是什么 是拜登压着纳塔亚乌说 你不要报复了 不要报复 全世界就告诉以色列说 够了 这样就好了 你就做个医院子给伊朗 就这样子 伊朗说如果 你是说现在全世界 不是去压着伊朗 是全世界压着以色列 你不要乱动 是的 然后以色列就说 够了 我现在如果以色列没有报复 我就不会再采取下一个动作 他就跟你讲很明了 就告诉你说 拜托 让我烟花秀做完之后 然后你也不要做报复 那拜登 欧美国家 全部都压着以色列说 不要进去妄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件事情 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我刚才讲的 拜登已经亲自打了电话 给纳塔亚乌纳塔亚乌 说哈喽 我已经接到拜登的电话 我们不打了 是啊 那拜登没有压力吗 你现在一打下去的话 油价 金价 还有很多东西都一直上涨 美国现在打通吧 都已经打不了了 现在年底要选举的 拜登能选得上吗 所以现在包含美国要选举 还有伊朗 下个礼拜他们也要第二轮的选举 所以这些选举因素加进来 再加上这一个事件来讲的话 它就单纯一个 以色列轰炸伊朗大使馆的事件 那这样的话到此为止 伊朗政府说交代过去就好了 好 董事长 我对你的情感 真的如滔滔江水了 上礼拜大家非常紧张 油价党 金价大党 你说没有 这打假球 怎么可以打假球 你说伊朗根本不敢惹以色列 是以色列很想打 伊朗根本不敢打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我有把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色列这次的抵抗 所有的成本 花了超过400亿美金 你要知道 那问题伊朗花多少钱 伊朗你看看 它从通知你 然后无人机飞过来 飞1000多公里五个小时 你就知道 然后它大概有 170多架无人机 大概有120多架这个弹道飞弹 在进入这个外太空之前 在进入外太空之前 就已经被干掉了 被打掉了 没有一颗进到这个应该 美军用F-15在空中待命 你这些导弹都被F-15 一个一个干掉了 不是美军 它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然后还有局域飞弹 局域飞弹大概30几颗 也被干掉了 也被干掉20几颗 它整个就300个飞行器 对不对 我现在讲很有趣的 它在2022年美军 在东东 在中东美军设计的一个系统 叫做中东防空 就是联合防空作战系统 它里面有以色列 有美军 有英军 对啊 还有阿拉伯的部队 因为约旦就在这里面 约旦就在这里面 它干嘛你知道吗 我请问你 这300多个发出来的时候 它怎么知道 是什么东西飞往哪里 它怎么知道 这个联合防空网 是怎么打你 怎么把你打下来 它这个分工合作 是怎么演算出来的 所以它第一个监控系统 就是美军跟英军 负责监控 一离开 它这个一开了 有东西飞起来了 它开始马上 它整个电脑就开始 锁定了 开始开始锁定了 开始就分工合作 一个一个一个把你打下来 为什么五个小时 因为那个无人机 要飞五个小时 所以这是第二 然后呢 所以我讲说 它要结果一旦花很少钱 花很少 因为成本很低 对不对 因为都是烂的无人机 美国花很多钱 这个美国 整个联合的防空网的 那个整个爱山飞弹 各是铁穹 奇奇怪怪东西一大堆 结果发觉 99.9%有效 对 这个高科技 这个全是不简单的 你不要想 不知道 它空中飞 因为什么 因为徐一飞弹师傅 如果也飞一千多公里的话 从伊朗最近的地方 飞到以色列的话 大概要12分钟 12分钟就走 12分钟够了嘛 12分钟也把你打掉了嘛 时间太长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这种都打得下来的 现在的科技 就是你要知道 感谢我们台积电 台积电的那个半导体 是真的有用的 它爽空网这么厉害 所以我 好 然后我讲个关键 你说这一次伊朗 真的有吃鱉吗 伊朗干了两个大事情 第一个 伊朗告诉全世界 我敢从伊朗本土发射飞弹 而且我可以飞这么远 不是 我敢从 我伊朗敢直接打以色列 这是第一次 历史上第一次 我现在没有地面部队交战 我空军或是我飞弹 或是我的飞行器 可以直接从伊朗攻击以色列 这个在阿拉伯世界 是了不起的创始 第一个面子讨得很大 你知道吧 你屏住就无人 面子有了 面子很重要 我敢干你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 告诉这些哈马斯的人 我直接参战 这两个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怎么回应 呼吁联合国制裁 因为你后面会来 他这个打完后面 第一面部队来了 你挖洞又来了 你奇奇怪怪地招数一大堆 你这个怎么汽车炸弹来了 怎么办 那中东会升温吗 他有 我刚刚讲他有两个目的 现在到这个仗打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都只有看到 以色列在修理哈马斯 大人就打孩子 一面倒的赢 还有一些什么 胡赛组织周边的一些 小阿飞在那边干一干 小咖 这次是大咖 大咖现在是给你放烟火 没有错 可是我敢干你 这就是很了不起 今天如果台湾现在是敢 直接发射一颗飞弹 我干到这个厦门 世界大战开始 那就是我们不敢 对他敢干 以伊朗敢发射飞弹 直接打以色列 这就是 这叫小后的 这带走 然后呢 动手没有 动了 就告诉你哈马斯继续干 就我听你 就我直接参战 他这个公开参战的意义很大 他现在是用这种空中作战 然后我问你 他既然敢这样子干的话 他要给钱敢不敢给 当然敢给 给你地面攻击武器 怎么不敢给 当然敢给 所以伊朗在这个里面面子很大 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 老大的 你知道吧 他花了很少的钱 放了很多烟火 变成阿拉伯的老大 黑社会老大 这是他主要目的 可是我很好奇 那未来会升温吗 当然升温 不是他不见得要 他已经当老大当定的 他要不要打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就要跟他打 你就要跟他谈 搞的你就是他敢干你 你看看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黑熊部队敢打吗 不敢 对嘛 伊朗是真的敢给你打 而且这是跟你全世界干 所以是一个勇敢的国家 敢打争的国家 这个意义 在整个宣传上的意义 大于其他意义 伊朗在这个周末 发动了饱和攻击 大规模的无人机 大规模的飞弹 直扑以色列而去 虽然这个工作失败了 很多的导弹 很多的无人机 在还没有到达以色列的境内 就在空中 就在海上 在所谓的陆地的飞弹 将它一个一个的给其落 之前大家本来以为说 那是伊朗设计的 一个完美的失败 它只是要帮自己 找一个下台阶 可是现在越来多的资料 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伊朗 它其实是有规划的 伊朗真的要对以色列 造成伤害 但没有想到 在这个地区里面 美国 英国 以色列 包括约旦 包括法国 竟然已经集结起来了 原来他们可以透过 空中的F-35 透过空中的F-15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伯克级的 这个所谓的驱逐舰 还有这个路上的导弹 竟然可以精准地瞄准 精准地预定 把他们的一个一个 击落出来 让这个饱和攻击 没有发挥作用 如果今天伊朗 对以色列的饱和攻击 可以在前面 进行征收 进行攻击 进行见面 未来在两岸的时候 中国对台湾 一定也是饱和攻击 而这一套的防御系统 可以用在西太平洋 可以用在台湾海峡吗 这样对不看到 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 包括纽约时报 慢慢把这个 所有的作战过程 公布出来 搞了半天 伊朗是完整的 伊朗是要 以探以色列的虚实 可是他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是美国 英国 以色列 约旦 包括法国 竟然集结起来 所以以色列的国防军 发言人在讲 他说 对伊朗袭击的反应是 军事战争史上面 最独特的防空战斗 没错 在礼拜天展开的 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来说 保久 我们台湾人要非常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俄乌战场上面来说 很多人都说 俄罗斯怎么对付乌克兰 未来会在台海战事 上面会出现 同样的 伊朗怎么对付以色列 也有可能会在未来的 台海战事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非常关心 这一次以色列是怎么抵御 伊朗是怎么攻击 那虽然国际上都说 这个伊朗 这是怎么精心策划的 这个失败 那甚至 这个以色列国防分析师来说 这次的袭击是 伊朗彻底的战略失败 可是保洁 我跟他讲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吗 伊朗其实是有步骤的 他是有要 叹你的虚实 所以 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 讲得最清楚 他说对伊朗袭击的反应 是军事史上最独特的防空战争之一 所以 以色列国防部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防空战斗 对 为什么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这个空军防空战争之一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这一次我们来给大家看地图 伊朗在这边 以色列在这边 你知道这一次伊朗 为了要攻击以色列 他从多少地方 发动飞机攻击吗 还有飞弹攻击 还有巡弋飞弹 跟这个弹道飞弹 多少 他的点是这么多个 他从非常多点 这在伊朗境内 就有大概好几百个点 这样发射出去 不是只有伊朗 他还什么 同时来 在伊拉克 伊拉克他也发射好几十枚 不是只有伊拉克 他还从叶门 叶门这边也有 另外还有什么 从叙利亚 从黎巴嫩 所以他是五个国家 同时发动攻击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目标 他就看看说 你能够侦测到多少 我都是从不同目标出动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 在侦测你 所以我看到 之前跟你讲说 伊朗在设计一个 完美的失败 甚至刚刚讲的 这个路径都是从 伊朗打进来 就现在的资料不是 现在是从 以色列的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 全部往以色列进行攻击 那伊朗怎么设计呢 我觉得他很聪明 第一招他是先从 慢慢的飞机飞出去 为什么慢慢的无人机飞 飞到那边 让你知道 你打开所有的防空系统 他要知道 你的防空系统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要侦测他 你一定要打开防空系统 打开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侦测 你这个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你的防空网是什么 对 在什么地方 好 那你怎么防御 怎么防御之后 他第二波开始发射 比较快一点点的虚拟飞弹 快一点点 看你能不能拦得住 再来第三波 他发射更快的弹道飞弹 所以他等于是 从慢让你曝光之后 我越来越快 看你怎么拦 你说从无人机 虚拟飞弹 对 好 那他怎么做呢 第一个 无人机的成本最低嘛 再来是虚拟飞弹 所以他是有意无意的 要测试你 好 那当然了 他为什么要测试他 因为宝洁他知道了 这个以色列还有美国 他们在策划 他们几年前签了一个叫做 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形成一个空防网 防伊朗对这个中中国家的袭击 所以那这一次 好 我就讲 因为伊朗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所以他这次就用这样来测试你 结果还真的被他测试出来了 宝洁我刚刚讲 这个美国怎么反应呢 第一个时间 因为他开始攻击之后呢 美国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军事基地 最早是在伊朗这个地方 因为他在巴林这边有这个军事基地 他一开始看到你 起飞之后 他就开始 开始启动 所有的在周边 所有的雷达系统 把空系统全不出来 抓你紧接下来之后 你慢慢过来之后 他们就开始 这个抓到你的这个位置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就出动 包括说像能够出动的飞机 能够出动的这个 这个所谓 这个防空系统 爱国者飞弹 各式各样全部都出动 所以他事实上 第一波就是这样 他先侦测到 侦测到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F35等等开始飞出去 然后想办法拦截你 把你这个GPS 把你屏障掉 屏障掉之后 然后等到飞弹 都快要进入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很多防空飞弹都启动 包括说侦测到了 很多系统之后 开始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进入所谓的 战斗跟管理的火控单位 然后开始发射飞弹出去 把你一个一个拦截 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呢 美国也在测试 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联盟 跟这个周边所有的国家 而且这次启动了 多少国家保险 你知道吗 美国这次 除了美国跟以色列 这个紧密合作之外 英国也有帮忙 然后法国也有帮忙 然后周边国家 约旦他这次有帮忙 然后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埃及等等 开放领空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在那开放领空 让你F-16 F-35的飞机 可以经过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次等于是 周边的国家 形成一个这个协防系统之后 对抗伊朗这一次的这个攻击 而且刚刚讲的 他的无人机就已经170架 他现在还有30枚的 这个所谓的巡音飞弹 还有所谓的这个导弹 弹道飞弹 你居然一个一个的 很多大部分 特别是无人机 都在以色列的境外 基本上都被击落了 我觉得他整个设计非常恐怖 是过去以为说 我们要打无人机从地对空 要不然就是要从海上 没有往 他的F-35 他的F-15 是可以在空中将你这些无人机 将你这些弹道飞弹 在空中将你击落 如果我今天 我如果漏网之鱼 我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 马上作用 那你说我的涵盖面不管吗 他连海上的伯克级的驱逐舰 都冻上了 所以我才说嘛 那个美国在这边 有非常多的军舰 然后包括说像F-16 这个F-35的飞机都起飞了 所以是等于是多方面的包围 可是保险你知道 这只有300架 你都要动用那么大 所以就知道说 万一有一天 中国对台湾发动起 类似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像以色列或是周边国家 有没有构成这个一样 一个防空网 我觉得这就是接下来 美国会在亚洲做的 特别有可能会在台湾做的 就是这个目标 好 我们之前讲 都说以色列在防空网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铁熊系统 对 我们节目也介绍很多 之前刚刚讲的 哈马斯在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透过的 就是这个铁熊系统 可是它没有 它现在除了铁熊以外 它居然还有所谓的大卫钓索 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箭矢飞弹 对 它等于是重重包围 将整个以色列固若金汤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飞机 这个所谓飞机 无人机 包括说弹道飞弹 巡逸飞弹 往以色列飞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点 因为无人机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大部分 这个F-35 它直接可以目视 就直接把它击落 可能用机枪就可以把它击落 你说无人机在空中 用F-35 F-35 就直接击落 就可以把它击落了 所以这些 大部分都没有抵达到 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境内 但是其实比较难产的是什么呢 就巡逸飞弹 或是弹道飞弹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你很难在 你空中也是可以拦截部分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 没办法用这个所谓F-35 或者用所谓博克级的巡防舰 去巡逸的时候 去拦截的时候 它就会飞到以色列境内 飞到以色列境内之后 宝剑 以色列不是省油的灯 它的空防系统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我们都说过铁熊系统 但是铁熊系统 它其实是短距离的 你可能在这个 二三十公里之内的 我可以拦截你 但是更远的呢 它有一个叫大卫弹弓 或是叫大卫钓索的这个系统 它是防御所谓中空 中空的 这是短层 然后这是中层 那另外比较长层的 它还有一个叫做飞舰系统 或是叫舰系统 它可以打动所谓的弹道飞弹 就是很高空 我可以把它拦截 当你还没有坠下来之前 我发射出去把你拦截 在太空那个附近 把你拦截下来 所以等于是以色列有三重的 从近的到中层的 到远的 从铁熊系统 大卫弹弓系统 或是大卫吊声系统 到飞舰系统 三套层层的防御 所以才能够完全 把它拦住了一个状况 所以以色列这次也是 卯足全境在拦住 这个伊朗的攻击 难怪讲到以色列这次的防御 花了400亿的台币 而且中间我看到F-35 刚刚讲F-35不是太厉害了 F-35说在空中 我可以将这个无人机 一个一个起落之外 没有想到F-35 可以在空中锁定飞弹 它竟然可以在空中 锁定飞弹了以后 在空中将飞弹给起落 对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就是这样的画面 就是F-35飞出去之后 它可以看到 可以抓到飞弹的这个 抓飞弹 我发射飞弹去把它起落 所以那F-35 以色列有派出F-35 那F-35来说的话 他们有非常 还有F-15 他们有非常多拦截飞弹 就上去了 所以这次你看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公布 就是170架的无人机 120枚左右的巡弋飞弹 还有30枚左右的弹道飞弹 全部你看他们还做了一个图 是99%就被我们 interception rate 就是这样 所以那事实上这次 以色列跟伊朗 伊朗也是一样 他们这次 为什么攻击不是假的 他们在上面写字 这次要毁灭以色列 然后各自各样 他们还其实 所以我才说嘛 这次的这个双方过招 不是表面上说的 伊朗不是无视一处 无处一视 他其实还是 探出了非常多的虚实 而且你说这个是 这几年来 最精彩的毛雨顿的战争 而且你也看到 以色列的修复能力 有多么可怕 对 事实上这一场战争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未来的战争的战法 因为双方其实 人员损伤都很少 但是其实 双方已经透过无人机 这已经交火过一次了 好 那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以色列有没有准备好 有 而且那我们不是说吗 他其实F-35 或是什么飞上去的时候 他们还进行一个 就是空战 干扰 也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无人机飞不到 因为很多无人机 他需要GPS导航 我在那个地方 我就开始进行 GPS的干扰 所以很多无人机 是自己就坠下来 他根本抵达不了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画面 这是在4月4号的时候 其实呢 以色列的这个很多 在特拉维夫 很多地方就说 我们GPS好像有异常的这个状况 就好像到不了 或是这个偏差值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说呢 事实上在目前为止来说 当时的时候 已经在开始进行干扰 他说他来特拉维夫 就没想到 他的位置居然在 黎巴嫩首都被弄 差很远 所以就说 他干扰你的这个讯号 那你在 你用不到很多飞弹 或者什么都透过GPS 打航过来 就没办法 完全都没办法做到 所以以色列做的第一步干扰 除了刚刚刚飞弹系统 铁熊系统之外 是 他还干扰了所有的GPS 对 没错 那还有一个更夸张 就是以色列他们从这个 以色列内盖夫基地飞出去 飞出去F-35 就F-35的这个飞机在上面飞 对不对 那拦截飞机 蓝碟无人机 拦截飞弹之后 结果没想到 居然被炸了一个洞 这个基地本身被伊朗攻击 你说跑道被炸动了 被炸动 结果没想到 这个等到这个飞机回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们已经把这个 跑道都修好了 所以他们后来 你看他们还在修复的这个状况 然后后来呢 他们F-35又顺利的 回到这个基地 这也太可怕 你说这个跑道 本来F-35在这个跑道起飞 起飞以后我被炸一个洞 炸一个洞 F-35执行任务回来 这个洞已经修复好了 所以他以色列的恢复状况 只好 那事实上 以色列在第一个时间说 好了 我不要打这个伊朗 但是他马上是打谁 他打这个真主党 真主党的黎巴嫩这个地方 就是打他们的 杀黎巴嫩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发射这个飞弹 所以我不打伊朗 但是我打这个黎巴嫩 所以不是只有从伊朗来 对 我就说从很多地方 从黎巴嫩 从这个叙利亚 然后从这个伊拉克 伊朗 还有包括说像从叶门而来 那么讲 事实上我们刚才讲以色列 那美军到底怎么做呢 事实上美军就开始说 他就说他们这次出动什么 他们出动神盾舰 因为我们的神盾舰 有做所谓拦截系统 另外还说爱国者飞弹 还有F-15E 全部都出去了 他们就说我们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 在地中海东部 拦了4到6枚左右的这个飞弹 另外在伊拉克里面 境内他们有爱国者飞弹 又击落了印枚左右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说 像F-15E也出去了 他也击落非常多的无人机 还有包括说巡异飞弹 等等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他们就去了 所以F-15E也可以在空中 把巡异飞弹给打下来 对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嘛 还有伊朗 还有约旦 约旦的防空系统也开始出动 还有包括法国的军队 也都去了 所以才说这次是非常多人 而且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 还出动了飙山 飙山去伊斯 有出现这个飙山的这个飞弹 它启动之后去打中这个飞弹 因为飙山什么 飙山其实是可以用来打卫星的 所以等于说 它这次也出动到飙山去拦截 所以等于是美国也趁着这一次 我把所有能够用的武器 我也来把它测试一遍 所以来说这一次 等于是双方武器大测试 我伊朗测试攻击的方法 以色列测试我们的这个铁熊 还有这个飞舰 还有这个大弓弹 大卫弹弓等等 美国用来测试它 所以等于是双方真的是 三双方的一个状况 可这个很花钱 当然很花钱 因为为什么 虽然我就说 伊朗这次很简单 它就出动那种成本很低的 无人机去飞 然后让你打这个 所谓很贵的这个价格 所以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这整个以色列的诸子就讲 其实最贵的就是所谓的 建设系统 建设系统一磕出去 就要花到350万美金 还有零零种种 出动战机一大堆费用 它说这次需要428亿 所以等于是未来是 钱的战争 那在美国为它打这次的战役来说 其实以色列 这个他们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还有布林肯 一直都跟他负责 这个维持联系 所以等于是说 联系了这个整个 铺牌的这个战术的方法 才能成功地抵挡了这次 这个伊朗攻击 但是花费花的也真是很多 好 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伊朗在礼拜天的时候 发动这种攻击 总共有300架的 这个架次的无人机 包括了这个飞弹 直接进攻了以色列 就没有讲到99.9% 全部被击落 而且大部分都在 以色列的境外 所以刚刚讲 包括斯坚哥 包括很多媒体讲 他这个伊朗就打假球了 伊朗根本就是设计 一个完美的失败 让自己有下台见 所以你说没有 伊朗不是 伊朗是完真的 而且伊朗真的会造成威胁 接下来以色列跟伊朗的状况 没有想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平和 就今天更新的资料来了 原来伊朗不是只有 从自己的境内 它是从四面八方 而且在这个联军里面 美国 英国 法国 约旦 以色列 全部都动员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问题哪里 因为中东本来 就是个复杂的地方 那复杂的地方 它这几十年来 那个军力不断地扩张 不断地扩张 包括要搞核武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伊朗 伊朗 伊朗吓得大家 每一个人都怕它 怕它之后 美国就出来整合了一个东西 叫什么东西 亚伯拉罕 中东 叫中东防空联盟 那里面包括这些 讲西方主要国家 更重要的 阿拉伯的国家都进来了 阿拉伯几个温和派的国家 像沙烏利亚 当然他们教派不同了 然后最重要的 它把他们签的亚伯拉罕协议 阿拉伯拉罕协议的同时 把以色列 拉到这个中央 中央司令部里面来了 然后他们第一次开会 在哪里开 在埃及开的 在美军召集 所以2021年 已经开始筹备 这个中东防空协议 防谁呢 防伊朗 早就在怕伊朗了 那第二点 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个事情 伊朗的 所有的军事科技的来源 是来自于哪里 中国 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共 所以他今天这个 所谓的饱和式攻击 以色列的概念 跟战术来讲的话 将来一定会应用在台湾身上 你说伊朗怎么打以色列 未来中国怎么打台湾 就是这个概念 它这个概念是对的 你看它为什么是对的 你知道吧 因为你看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它是用无人机飞 用无人机伊朗到以色列的 最近的距离 大概一千公里 所以用无人机 还有它当然有不同的 它如果在 黎巴伦的各种地方 它的各种基地 分散攻击 它让飞出来的时间 要到达以色列的本土的话 大概要五个小时左右 那五个小时左右 它这五个小时左右 它干什么用的 所以它用大规模的 一百七十架 一百七十架无人机飞出来 飞出来它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破坏 你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甚至于被击毁 对 在被击毁的情况之下 你的防空系统 往上曝光 我就知道你的位置了 曝光了之后 它的第二波攻击是什么 第二波攻击 巡弋飞弹 它的巡弋飞弹 所以它有三十个巡弋飞弹 就是准备要攻打 你的防空系统的 那这个三十个 那这个三十个巡弋飞弹的 抵达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飞行时间 从整个我们初算 它是亚因素飞弹 大概一个小时 可以打到它的攻击点 然后第三波什么攻击 就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的时候 弹道飞弹的话 大概三到五马赫 十二分钟 就立刻打到它的攻击点 所以它这个 是很精密的计划的 它是三层式 三波式的攻击 对 所以到最后一波 打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以色列 这半条命都没有了 那是怎么锁定的呢 所以这就是情报了 因为它各 这个防空联盟早就有一个布局 那在前沿部队 最前沿的第一波 伊朗的监控 当然是美国嘛 美军早就长期在监控 伊朗 所以它当它的 不管是飞弹 任何一个飞行器开始升空的同时 立刻雷达马上锁定 就跟着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回到中央司令部 对你要知道它怎么分配这个任务 这是技术性很大 对呀 你英国也上去了 法国也上去了 以色列也上去了 约旦也上去了 你不要自己撞自己 对呀 所以那个程序是怎么演算出来的 这是麻烦这里 所以这个中央司令部是统筹 把所有的情报全部统筹之后 所以我今天F35上去了 我F15上去了以后 我该有什么样的区域 是哪地方我要防守 我要盯什么东西 都是有中央司令部的指令的 都是电脑AI把你算好 结果以色列故意有 有现在以色列有新闻稿说 他们从他们用F35飞到上空 在它境外把那30颗巡逆飞弹 射下来的25颗 只有5颗让它进到以色列境内 对 然后再把它打掉了 对 那这个是 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晓得 但是表示告诉你说 它F35的这种攻击 这种亚因素飞弹的能力 对 在空中它有这种防空能力的 这种超强能力 你飞弹在跑 你的飞机也在跑 两个在跑的状况下 你还要去锁定它 锁定它了以后 你还要把它打下来 那这表示说它带着飞弹的 所以F35带着飞弹的速度 一定比伊朗飞弹速度要快 对 对不对 或者它爆破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说它的 这个就我刚刚讲的 它的初始数 初始点最重要 对 它第一个开始飞行器上空的 那个点就被锁定了 所以说伊朗其实是有概念的 所以它没有想到之后 那么庞大的系统在等着它 所以但是这个里面 当然这个里面 就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它这三波段的攻击 如果我们以后将来 看台湾的问题的话 老共如果打台湾 也是一样的概念 它怎么会用高成本来打你呢 它无人机先搞你嘛 它无人机先搞你 所有的防空系统 把你的什么爱 把我们的什么 全部暴露出来 把我们爱国者飞弹的 这些相关东西 全部让你全部曝光嘛 那第二波的攻击 它才会用 成本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了 我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过一次 在俄乌战场上的第一天 这个乌克兰被 乌克兰被飞弹攻击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乌克兰太大了 所以看不到不可比喻 但是以色列的地方很小 所以在台湾 如果发生这个战事的话 这个饱和攻击的模型 就非常类似 你只有对以色列 可以做饱和攻击 那台湾也是饱和攻击 当然它一定会 对台湾做饱和攻击嘛 那如果做这种攻击的话 那摆明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靠日本 韩国美军的航空母舰 包括甚至于有可能 现在乌比克湾上面的 这些防空 整个架构一个大的系统 来设定 来对付你这个中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